i feel all that 職棒26年 眾家豪大各里風騷 猛烈砲火迅速吸引球迷目光 不過可別以為 今年投手就只能在場上當炮灰 本週棒球週報就特別整理了 開季最強五大強投 要讓各位球迷們看看 壓制這些強打的門神 試著跳出來阻擋這一股 強打潮流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 投手正面的反彈球 華納自己接到之後 自己去踩壘 進而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場4比1 同一試隊取得了對戰 在本週的一個三連勝 除隊終結者郭宏志 因為調整狀況趕不上開季 因此統一7-11師 安排今年新加入的洋投 華納站在Closer一直 球速剛猛的華納 在他十二次救援出賽中 沒有被任何跑者倒壘成功過 再加上得點圈友人時的 被打擊率 低到只有恐怖的0.167 K9隻更高達8.31 優異的表現讓華納勇奪 六救援一中繼 而他也以較低的防禦率 超越羅家仁 佔居救援王的寶座 堪稱是聯盟目前 最稱職的救火援 回到幕後 再來1K 去年的聖頭王 中興兄弟S級先發投手 鄭凱文 開季連續三場聖頭入袋 打出了一個好的開局 在他四十五局的投球局數中 僅被敲出兩支拳雷打 而且每次出賽 都能標出五次以上的三陣 目前以四十六次三陣 穩坐三陣王第一名 堪稱聯盟最會奪三陣的男人 更可怕的是 他在11次的守備機會中 都能順利解決跑者 完全沒有發生失誤 守備率是完美的1 這也讓去年和金手套獎 擦身而過的鄭凱文 成為金手套的熱門候選人之一 九澤球又遭到了三陣出局 今年被定位在中繼位置的 老皮林一豪 開季成功達成了 教練交付的任務 十八四中繼登板 拿下九四中繼點 防御率更是低得嚇人 只有1.80 更曾經上演連續七場 無失分的驚人表現 以只差球文明的老皮 竟然讓各隊打者吃盡苦頭 課場的防御率甚至不到1 在在都顯示了 經過國際大賽洗禮後的老皮 已經變得更厲害了 最後這個面畫球 K掉了陳家俊 LAMIGO桃園隊今年的新洋投 藍思佛 開季就為球隊拿下了 五勝一敗的佳績 包括對一大犀牛的三連勝 讓藍思佛並列勝投王寶座 同時也是球隊裡 貢獻最多勝投的先發投手 除此之外 他今年每一場出賽都能投滿六局 並且還有一場完投勝 續航力和耐戰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更難得的是 在他主投了56局當中 只被敲出一發全雷打 穩定優異的表現 早就成為球隊不可剝削的 主戰投手 邊邊角角的位置 你看 好球 這怎麼要把中拍爬啊 倒倒的三陣 本年度加入一大犀牛的投手蘿莉 開季七場先發拿下五場勝投 防禦率2.42 戰區勝投 防禦率雙冠王 對上統一7-11師隊 更拿下三連勝 而且WHIP值更是漂亮的0.96 難霸天對他可說是一籌莫展 不僅師隊拿他每一折 碰上老東家LAMINTO桃園 蘿莉也是兩戰全勝 似乎就是要證明自己 給老東家看看 以及連續拿下 兩個月投手MVP的蘿莉 今年來勢洶洶瑞不可擋 堪稱開季目前最發燒的 聯盟巨頭 雖然今年球季開打以來 安打全壘打滿天飛 但是這五位投手 不讓搶打專美於前 仍然找出優異的身手 和漂亮的數據 究竟接下來的戰況會如何 是否還會有更多 出色的投手出現 就請持續鎖定棒球周報就對了